仪式演员乔任良,16日过时周年,一年前自杀消息传出时,震惊了粉丝及诸多娱乐圈好友,其中多年闺蜜陈乔恩情绪更是大受影响,在告别仪式上崩溃的靠人搀扶,整个人也憔悴,消瘦不少,看来格外令人心疼。 在乔忍良逝世一周年,陈乔恩凌晨发了一张,阳光透过云层把整片云海变成了粉红色,营造出温暖闻荒的世界,我们都记得这是乔忍良生前最爱的粉红色。 正如乔恩说的,从未忘记过,没有过多的言语将对乔忍良最深的思念放在心底。 陈乔恩虽然只配了一个天使的符号,即一张象征粉红天堂的图,没有留下只字片语,但藏不住的是他对好友的思念及度负。 这份祝福看起来很清很淡,却正好与陈乔恩兼前在乔忍良闽诞时缩写下的相互呼应,在粉红天堂好好的我的朋友,希望你终于找到心里的平静了,我们终究有见面的那一天,粉丝也留言,他会喜欢的,谢谢你还记得他,愿乔忍良在天堂一切都好。